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本身国内的消息上几乎没有什么太多新兴的消息 就是有点骤然而止 有点像真是歇礼拜 就是歇大礼拜就歇大礼拜 可是在香港出了个状况 就是中共最高层主管香港事务的官员 对香港的2017年的普选说话 普选的说法挺简单的 他说要选听党的话的 不听党的话跟党递格的就不行 所以普选的概念使香港人选自己的特首 但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中共自己说 选的头得听我的 不是为香港人服务的 换个角度上说 我们党最惧怕的就是一人一票 其实就这么点事 网上有条消息 这条消息有点旧 但是它反映的内容有点旧 可是你又感觉出 似乎中共内部 一方面在拉紧 另外一方面它似乎又有改变 所以依然说到现在人们有点迷惑 这是法广的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看中共新领导层在废除 劳教制度问题上的态度 文章直接这么讲说 中共的劳教制度一直高度的受人们关注 许多国际人权团体和民间人士 早已经大声疾呼 应当取消劳教制度 李克强明确表示 中国取消劳教制度的具体方案 可能在2013年底 李克强在他首次举行的记者会上 明确讲 有关中国的劳改制度的改革方案 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 有望年内出台 所以这就成为了人们很瞩目的一个焦点 实际文章就回溯了在7号的时候 1月7号的时候 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委电话会议上 明确讲说 劳动教养 设法 设诉信访工作 司法 权力运行机制 户籍制度等改革 呼吁中央已经在研究 拟请人大常委会批准后 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1月9号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 当时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内容的时候 我曾经提到过 来得很突然 没有任何铺垫 习近平作为背书 作为被降格以后的政法委书记的孟建柱 被降格是从政治局常委下来了 到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层面 被降格之后的孟建柱 直接在电话会议上消息 直接就这么说了 而劳教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特别是最近的一二十年里面 他的罪恶是非常深重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提到说 习近平这么做 为了顶住党内的不同派系的压力 其实目标冲的是政法委 文章后的写子挺长了 他回复整个劳教制度本身了 我觉得意义不大 那真正的意义就是 他是否在给周永康暂资料 我们刚才提到香港的2017年的普选问题 法广今天有篇文章 直接是这么讲的 北京之一要在香港2017年推行假普选 那这种争议在香港自然会骤然而起 实际讨论非常多了 文章是这么讲的 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乔小阳 就香港特首的普选条件的说法 余波未平 他说当乔小阳公布他的讲话摘要 显示北京当局要由现实被指为小圈子的特首选举 选举委员会进行预选时 等于再一次把老百姓的愤怒推向了高潮 文章说 不单激起了泛民派的谴责 而且只未咨询未定案 干预香港的选举的内部事务 破坏了一国两制 这是整个应该说香港的泛民主派的说法 而整个香港市民更加反感 致电电台反应不满 有评论认为北京已经预定港人会反弹 所以相比彼此之间的争议会更大 其实香港今天在对中共本身的中央政府 这种不满的情绪在过去的时间里已经达到历史的高点 为什么香港人把港英旗把原来的英国管制时期的港旗拿出来 实际就是你逼的 对不对 你要逼梁为昌 人家不干 你要强奸人家 人家不干 那人家不干 人家就得反抗 人家反抗 你就拿出爱国主义 说你看 要叛国 这就是混蛋 你说这不就是混蛋 对吧 你就想起来就是强盗逻辑 强盗逻辑 他只有独裁的体制 他才会有强调逻辑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就道理挺简单 你说这是不是习近平的某些做法 可能是可能不是 但是习近平对外表现出那种蛮样 有时候你就很你现在还看不清楚 我说表现出蛮样的 依然是2009年时 他在拉丁美洲的说法 不关你们事 没给你们家输出革命 关你什么事 你咳嗽什么 他骂老外这么说 所以他骂老外这么说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出他个人的优越感 但是香港这件事情 他这么做法 如果是这么做的话 要保持一种统治的话 在今天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记得当初二十三条的时候 香港出来五十万七十万一号 如果没香港人出现两百万 我说这意思 你杀吧 因为如果推行强权政策 他就要靠杀 对外想压住 对内想靠一种变相的改革 来缓解社会的压力 这种玩法 很多表现出自信 但另外一个角度表现出瞒子 会有这种感受 但是这种瞒子和这种强行 他会漠视真正的 人从来没说了算的这种天意 人说了也不算 对吧 人算不如天算 算了也白算 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倒霉的时候 无可奈何的时候才说这话 就像习近平在九月份神隐的时候 他就说这话 他不出来 对不对 他知道他没招 也就是说他没招的时候 有人说那是他神隐 隐到现在他手高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 在当时的情况来讲 他叫顺天意 可是当今天得势的时候 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表现自己独断专行的时候 有时候你也很难讲 对吧 你记住 手心是肉 手背也是瘦 手心能打人 手背也能打人 这世界上 有男 有女 有离 有外 有天 有地 有阴 有阳 谁走绝楼 谁死得难看 多简单 与此同时也是法广 同一天登了另外一篇文章说 中共用武嚇的方式 吓唬港人 所有讲政改的 你就要小心 这是这么个意思 因为他驻港军队进行实战演习 文章说 在中国公布香港厕守的 鸟龙普选方案时 中央电视台播出 解放军驻港部队 航空兵团 在香港首次进行实战射击训练的 新闻和片段 时事评论员林和利说 这是以武力威吓港人 营造中国政府会不惜使用军队 作为最后一搏 至于是否会重现 八九六四十的镇压天门广场的情景 现在言之上岗 那个说的就早了点 他这个是吓唬 一般就是吓唬的概念 但是这种做法呢 其实挺蠢的 用武力 用这样炫耀自己的枪炮 炫耀自己肌肉的 进行对方搏击的 已经把自己放到绝路上 当把自己放在 因为你杀别人 那中间就等于是生与死的问题了 对吧 你杀了别人 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了断了 也就说 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当你把别人都以杀戮的方式 进行处理你与别人关系的时候 你等于把自己杀了 多简单道理 但是呢 人得志的时候 人有时候狂妄的时候呢 他就不知道 对吧 当他不知道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是爷了 当他觉得自己是爷的时候呢 爷就快折了 我一直是这么说法 那今天我还是说那句话 一切的一切表现出 人们看到的 就是体制本身的卑劣 您不信网上有另外一条 中央电视台博的 BBC的报道 中央电视台节目当中 披露出 嘉兴曾经有人贩卖 病死猪 中央电视台星期六的节目当中提到 在黄埔江死猪事件调查当中 明确讲在嘉兴地区非法收购 贩卖死猪问题被曝光 我相信很多朋友 在中央电视台那天的节目当中 看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记得纽约时报登过一篇文章 说这个黄埔江到处是死猪 说还好 猪肉没上餐桌 那你现在一看呢 不是猪肉没上餐桌 现在这样的猪肉 正在你哥们肚子里呢 香港人拒绝什么呢 香港人拒绝吃死猪的环境与制度 就这么点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